喂 嗯 好的 先看一下这套题目 就是那个 Let's play OSU 能听见吗 好 那个这套题目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这个题 嗯 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玩一个游戏 它叫OSU 这是一个简化版本的游戏 做过是吧 就不管 我们先看这个题吧 然后 我们上讲到那个概率跟期划吧 然后呢 现在OSU呢 它有N次点击 它每次点击呢 就是说 它有两个结果 一种是对一种是错 就是说对的 我用那个 O表示 错的用X表示 对吧 然后 现在呢 它有个散分的方法 就是说呢 我把连续的O 的数量的平方 加起来 作为它一个序列的得分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序列 OXOXXO 对吧 这个序列它 它得分对吧 就是说是 跟它那个 嗯 你看一下 嗯 嗯 是 就是 比如说你看这个两个O 对吧 然后再三个O 还有两个O 对吧 它的那个得分是这样算的 就是说 就是2的平方加3的平方 加2的平方 这边是2 就是平方了 就是说它是按平方来算的 就是说长度的平方 对吧 加起来 然后你现在呢 有N次减击 每次减击呢 有概率 就是说一个是那个 Pi的概率是表示你是O 1-P的概率 你可能是失败的是X 那么你现在要算出这个期望值 对吧 期望我们昨天刚刚讲过 对吧 你要算出期望的得分 然后你们想象这个题该这么做 嗯 没有听懂吗 就是说 比如说你看这个序列 对吧 这样的里面是有个OOXOOXXOO 对吧 那这个序列的话 它的得分怎么计算呢 它的得分就是 你会发现它有若干段 对吧 能理解吧 就是说 它有若干段对吧 它有两个OO 三个OO和两个O对吧 所以就是二的平方 加上三的平方 加上二的平方 对吧 能理解吧 就有几个OO 会有几个平方吧 多少平方吧 然后这是它得分对吧 这个得分是17对吧 能理解吗 就是说你 你对于一个局面来说 这个局面的得分是17对吧 然后你要算那个 每种可能的局面的最后的那个 期望对吧 你可以手算一下样例对吧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对的 好吧 给大家几分钟时间思考一下 你告诉我 你去这边 最后来有关的 我会给大家看 我会给大家看 我这边 就在这边 你给大家看 我这边 这边 不选择 你 我不能 在这边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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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直接 感谢观看 就是说 感谢观看 什么 感谢观看 也就是说 对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嗯 感谢观看 这个能量 感谢观看 我一次性 我这么行 然后 对吧 对吧 就是说 对吧 那 对吧 对吧 就是说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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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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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 好 对吧 期望 这个是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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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对吧 对吧 可以可以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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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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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对吧 对吧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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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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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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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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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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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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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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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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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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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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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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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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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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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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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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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對 对吧 对吧 對 對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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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对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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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 对吧 對對 对吧 對 對吧 對對對 對對 对吧 對對對 對對 對對對 對對對於 Wah 你会发现比如说目前是这个情况对吧 好我现在把这个六这个决策加进来了 我会发就是我这边是只考虑遇到我的决策的情况对吧 我把我把六这个增加起来以后 你会发现实际上六在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比三合五做的好 就是他们的值比三合五来的好 就是比较就是用这个方法比较 就是这个 其实是这个那个值啊 对吧就用这种方法比较你会发现比他们好 OK那很简单我现在就二分吧 我看一看我究竟能能有多牛逼对吧 哎我说我能搞到七对吧 好啊那那像那些人都让给你吧 你现在就管管这么多 那这个也是可以做的 这个好处在于你不用推公式 你就无脑这么做就行 这是另外一种方法 他的适用性更广一点 只要这个段的话满足决策单调性的话 他都不用来做 决策是啥决策就是 比如说10他由谁转移过来 11是由谁转移过来 对吧 对吧你你F11等于F6加上什么东西的吧 导移子 就是 就是 公 glob 就是 大 好,那我们差不多都讲完了这边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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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这怎么显示不出来 有问题 我们直接打开来吧 我们接着从上次提来讲 稍齐强锅 第3算法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会用对优化来做这个题 这个现在有人还不会的吗 诶 怎么没了 好周期 就这个迪斯拉这个算法这个nlogn的这个现在有人还不会的吗 就mlogn的这个做 好那我现场敲一遍 可以吗 可以吗 哦 老的e 好吧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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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啊这个是优先对的也怎么了 嗯有什么问题 对啊成数大呀但是没有关系他是m老个人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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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的复杂度跟那个你用你线上敲个堆就是基本上就是一样的对吧 反正我就是经常我就是一直这么用的根本没有出过任何事对吧就是我们现在写一个临界表 临界表我刚才上讲过我把一条边离到上一条边去了 我争取写一遍不调试交一下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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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防止就延时操作 嗯 防止他这个本身就不一样的吧 嗯 嗯 嗯 因为我不能修改只能插入所以我有些远速我错误的我就把它替出来 好了我们开始走 一旦初始化对吧 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就写完了 啊 我们检查一遍对吧 因为这个是因为他本来默认是大跟队对吧 我把它改成小问题符号吃饭对吧 我还没读入编子 我们想想看啊 然后这个d就是这个初始化 然后一开始ds 对吧 然后我怎么做就吧 这个就是hbn就吧 然后就挖了就吧 我们试着调一下 我记得有刀什么提案 热闹 你们有兴趣的同学回去也写一下 随便来的我这有 热谷 不知道热谷 是不是热谷 贴电了 我说一下哈 感觉我有这个账号 我交过什么提案 我这个提 想搜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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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一先给他们写 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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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双向变还是单向变 这应该是单向变了 没问题 好就开始交 嗯 嗯 这是我以前也想要查一下 也发现挖了对吧 这下就比较尴尬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是双向变是吧 好 试一下 然后就过了对吧 反正我也没编译过的 时间就这样过 所以说 你要熟练对吧 像我这样写程序 反正这种经典的算法 我就是 至少能保证在 十分钟之内 对吧 不用调试就过的 好 然后我们接着看 这个 对然后接着看 然后这个 这三我就不讲了 就是他他有模板是吧 反正给大家打一遍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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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 就是最基本的几个最长度的一个算法 好吧 这个我想我想我想还是不用讲 然后 当然 SPF可以判断复还 这个比较有用 就是说呢 他可以判断一张图是不是有复还 就是说你记录一下每个点到每个点最长度经过的有多少个点 对吧 如果点数大 那肯定是有复还的对吧 因为你不可能超过N吧 超过N就说明你中间在走回路的 然后代码也在这边 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可能还是循环对点对 嗯 特别简单 好吧 我们最后来看这样一道题 这是最后道题 讲完就放就下课 好 好了 Dam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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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题大家看都清楚对吧 就是给你一个N个点M条边对吧 有像图 OK然后你求个平均编长最小的环子吧 想想有什么思路 他用的是平均编长最小的吧 这个其实是一个经典的就是这个分数规划的这个一个做法 分数规划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这个可能你没见过的话确实很难想 首先我们可以二分答案对吧 这个很很显然对吧 存在有P的那也存在大于P的 对 就是说我可以判断成图中是否存在一个平均编长小于给定值的一个环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信息就是说 存在这样的环当前紧到把所有的边边权都减缺这个给定的值以后途中存在复缓的 减缺这个平均值以后途中存在复缓的 如果存在复缓的就说明我可以找到这样的环当 能理解吗 那这道题就做完了 嗯 什么叫给定值啊 二分答案 你给定的值是二分的呀 你就是猜一个猜一个平均值 啊就是你二分最后的结果 你是你不是有个平均编长最小的环吗 平均编长你二分吗 明白吧 你就是你猜一个平均编长 就是你要判断一下 是否存在一个平均编长小于给定值吗 给定值就是你猜的 你猜猜看有没有比这个值小的环 比如说一到十十个数对吧 我问你这个数是不是小于五啊 你说是我说这个数是不是小于二你说不是 那我知道这个数是三到三到四之间 三到五之间 这就是二分吗 分数的二分怎么弄呢 你就是最后判断一下这个R减L是不是小于EPS 对吧一般我们会写成这个R减L小于比如说1E-6对吧 看你的答案的精度对吧 答案精度要求多少就测试多少 这个时候你就结束的 好吧 今天就到这边 然后图论还有后面还有一些内容 就是说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有约束差分系统 这个是SPFA的 然后还有一些例题 然后的话 还有拓排序 拓排序和那个 踏肩算法就是强连通分量 强连通分量踏肩算法 然后这些都比较重要了 就是说都是最基本的一些算法 然后对 然后后面都是一些例题的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得到 还有无像图的割点欲敲 吉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吉老师是这样的 我给他排了一节课 他会给大家讲解那个 这个数学 后面就图了双领通分量 对他这个还是挺多的 然后他他是这样 他是星期五 对就是明天吧 明天晚上 吉老师会给我带一节课 然后他讲那个数学 他准备了一些数学的东西 这个 贴数论的一些东西 然后 希望大家好好听 这个数学知识我就交给他了 然后接下去的话 那个 这个 星期六晚上 然后也有节课 这个这节课呢 我把那个图论讲完 把图论讲完就差不多了 然后 我不知道你们五号有没有课 五号好像好像还有一节课 对吧 那个我跟指导师商量一下 就是说我自己应该是四号五号 那四号会讲图论 把图论讲完 就四号肯定要讲完的 然后看看还有没有时间讲 那个数数论什么的 总之就是说剩下来就是图论跟数论这两块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规划 最后还有一个规划 就是竞赛规划的一些东西 就是一些经验性的吧 经验 然后什么 这个东西由我来讲 就是说 给大家介绍一些 这个竞赛的一些规划 然后竞赛的一些解题技巧 解题方法 然后包括你比赛的这个策略 对吧 对 人生经验 可以这么说 对 然后 对 当然也会推荐书 推荐欧坠 推荐一些资源 然后总的来说就是这样子 就这么安排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就今天就到这边 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 是这样的 就是说那个最后节课 你们可以跟我互动 就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 都问我 就是说你们想让我推荐些什么东西 对吧 让我讲些什么东西 都可以随便可以讲 对吧 问我任何问题都没关系 好吧 那先这样 就明天是 基督医老师来讲这个课 我是后天的大后天 就这边 就先这个课 对吧 先来 看看 我们下距离的 来 我们下山 碰到 先来 我们下山 摇 音乐 我们下山 转松